香港跟新加坡是比較接近的 他們的華麗體系、會計、金融的自由度 第二個它在市區上面也是一樣的 因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非常難得百年發展起來的 如果因為這麼一場的暴亂和騷亂 把香港金融中心位置給破壞掉 那你香港如果再亂下去的話 它很多的資本是會往別的地方走的 這個位置上面能夠替代香港的也就是新加坡 上半年整個香港的經濟影響就很大了 整個GDP的增長是有百分0.6% 可以說現在影響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現在要盡快的自暴自亂 你不能因為一些訴求來綁架整個七百多萬 香港的那個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的權利 整個香港的第十世紀的那個營業額 每天的營業額下降了百分四十以上 當然這個亂下去完之後 路有時候也被分住了 然後自由行的人也少了 這個營業一見下來完之後 第十世紀生計就受到影響了 它是最反對這個動亂的 包括2014年的當時那個緩戰中運動當中 也是第十世紀 他們也是最堅定的站出來反對 繼續亂下去 一定要止暴自亂 第十世紀生計自發的 也是發出這個聲音 也是正義的聲音 三個月以來的這個動亂的話 有的是學生 有的是年輕人 在這裏是充當主角 我認為說有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的話 就是通識教材 它只是指引 到了各個學校的話 是由學校來自己來定義的 因為通識教材裡面 有很多內容是有仇視著警察的 或者仇視這個大陸的 這個成長過程中 這個通識教材對他們的洗腦了 但是他們通過這個動亂 或者暴亂 或者抗議這種加強來 想達到自己的一些目的 這是很優質的 香港本身就是個華制的社會 你通過這個暴亂來 尤其政府 這不是一種的解決方式 只能把香港拉進那個 理肯當中 因為是我是堅決反對 並且我們也堅決支持 這個特區政府 也堅決支持警隊 這個直到直亂 來那個維護香港的法際 讓香港能夠穩定下來 再重新回到 發展經濟的主旋律上來